今天學習 在學短短,讓你的聖靈長進行 你的話語與自己的智慧與你同在 管理聖靈啟示我們,讓我們明白真理 讓我們明白怎麼樣把教會的崇拜 繼續的調整,保護神的心理 保守一下時間,找到公民宿的名求 阿們 大家知道我是誰嗎? 對,紅色出來就可以,拿個紅色出來 就紅點,按了那個 就紅點出來 有些書的時候在 我愛學,很有興趣的 以前在學院的時候有跟一些 是一個語度進 一起研究一些崇拜的,有關崇拜的事情 但他給我的時候我就發一副 哇,他的寫的非常地 detail 我們用他的一些的management 但是感謝神,他剛剛好今天呢 給我教了這個新約的教會的崇拜 我那時候剛剛有做一些study 所以可能還可以把真的過去 所以耶穌兄姐妹就是要多多報道這樣子 那我們開始的話呢 我想問你們第一個問題是 在新約呢,有幾個禮程碑 有關崇拜的禮程碑 Milestone,有一些比較特別的Milestone 那第一個Milestone呢 就是說第一次的崇拜 請問你們知道 新約記載的第一次的崇拜 是什麼時候嗎 史如行段 OK,第一次的崇拜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就是說 新約記載的第一次的崇拜 第一次的worship 是什麼時候 好 有沒有還有 還有 史如行段我們知道在第二章有記載這個對不對 那還有沒有別的地方 你們覺得 比這個更早一點 對 你史如行段第二章記載更早一點 第一章大家在一起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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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這比那更之前誰還有 最後的晚餐 最後的晚餐 比那之前更有 而且這個是 聖經當中講到 worship 這個字 OK 我們講到 比如說 你說一起祷告 好像是我們一起聚會 但是事實上是很明顯的說 是一個 是一個敬拜 一個崇拜 一個worship 那你們覺得在 會當裡面教訓 會當裡面教訓 還要再更早 更早 更早 耶穌出身的時候 很好很好很好 這章呢 在聖經約的第一次的崇拜 在聖經當中 記載的是在 馬太福音第二章 第一到第二節 他說 當虛王的時候 耶穌身在猶太的伯利痕 有幾個博士 從東方來到耶路撒人說 那生下來 做猶太人的王 在哪裡呢 我們在東方看見 他的心 特來拜他 這個拜他這個字 就是worship 他們要來敬拜 來崇拜 我們的神 我們的主 所以這是第一次的 所以這邊有一個圖片 你們看看他們崇拜的樣子是什麼 OK 人家會有一個問題 所以你大概 study一下這個patreon OK 這個崇拜跟我們常常想像中的崇拜 有沒有什麼不太一樣 有沒有類似的地方 OK 有沒有人覺得說這個 有什麼比較特別的一個崇拜的方法 有類似的地方 他們都有帶禮物 他們都有帶禮物 OK 很好 就是我們在神的殿當中的時候 我們要當帶一個這個sacrifice 這個禮物 的offer 來到神面前 OK 好 那我們等一下還會再回到這個題目裡面 OK 那第二個里程碑呢 事實上是 門徒第一次的崇拜 你們知道在什麼時候嗎 第一次聖靈新約當中 記載門徒崇拜耶穌的是什麼時候 就是敬拜 我們想想看這什麼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來敬拜祂呢 可以試試看 OK OK 這個 多瑪 他看到耶穌的陰痕 這個 然後他就 OK 好 比那之前 還有再看之前 有一個地方 聖靈上講到說 登山變象的時候吧 登山變象的時候 OK 他們講到就是耶穌到山上跟摩西地亞 他們就很驚訝 那麼 很驚訝 還有一個故事在那之前 而且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故事 然後發生之後 第九章就有了 這是讓我們找到最早 最早 門徒公開的 所以它們私底下可能或許有這樣的經驗 但是最早第一次公開的事章是在 這是什麼時候 你們看得見嗎 在風浪當中耶穌走過去 然後彼得到海面上去 所以這邊在馬太平十四章講到說 彼得說主啊如果是你的話 請教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 也就是說你來吧 彼得就走過去了 走去了以後呢 現在風震大就害怕將要下沉 變喊著說主啊救我 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 說你這小信的人啊 為什麼疑惑呢 他們上了風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說拜他 就worship 耶穌 說你真是神的兒子 這是門主第一次公開的 在這個聖經上記者 第一次的worship 這是第二個 milestone 那這個故事也很有意思 就是耶穌行了一個很特別的神蹟 他們看到了 他們就敬畏神 然後就拜祂 那第三個milestone是什麼呢 是耶穌第一次解釋崇拜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耶穌教導崇拜的這個事情 是在什麼時候 新年的日子等時 對那是什麼時候 撒瑪基亞婦人的時候 約翰福音的第四章 耶穌解釋崇拜 他說婦人你當信我 時候到了你們敗父也不在這山 也不在耶路撒人 你們所敗的你們不知道 你們所敗的我們知道 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 之後將到 如今救世了 真正敗父的 這個worship 父的 要用心靈和誠實來worship 祂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worship 祂 神是個靈 所以worship 祂必須要用心靈和誠實來worship 祂 這是耶穌講到很多次的這個敬拜worship 的一個字 那這很有意思啦 這三個故事如果我們把它撐在一起的話 第一個 以這輩是第一次的崇拜 是這個東方的博士來拜耶穌對不對 祂出生的時候 第二個就是說 門主第一次崇拜耶穌的時候 是經歷看到這個很大的風浪的時候 耶穌走過來 在夜間的時候他們慢慢害怕 然後提了出去 然後他們一起上了船了以後 他們知道耶穌的能力的時候 他們就拜祂對不對 那第三次就是耶穌講解這個崇拜worship 這個事情 要用心靈和誠實 不在這山也不在那山 而且你們拜的你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 但是從今以後我們敬拜神的方法 是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祂 請問這跟我們現在的教會的敬拜 有沒有類似的地方 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請問有沒有有師班在這邊唱歌 這三個有沒有提到師班 有沒有提到自拜團隊 有沒有提到禮師 有沒有提到師會 有沒有提到牧師講到 有講到 這邊的敬拜他們是怎樣去敬拜呢 他們的worship是怎樣去拜 他們有沒有開手 有沒有有沒有跳舞 有沒有擊鼓 因為舊約我們記得 昨牧師第一次跟我們講的時候 舊約有舊約的敬拜的方法 到了新約有新約敬拜的方法 那新約最一開始的敬拜的時候 我們看見的是跟我們想像中的敬拜 好像不太一樣 他們有沒有站起來 然後唱詩歌 朗誦 在這個時候沒有 後來我們會看到新約的教會 竟然有演變的一些 但是在最早的時候 在這個聖經當中所記載的 所有的敬拜 實際上是很特別的 是沒有這個唱歌 沒有這些做其他的事情的 他們單單是怎樣 真的是拜他 你有沒有看到 剛剛這幾個竹片 他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一句是一句它 尼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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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一些不是尼遠帶 我看這邊 那圖片我們找到... 尼遠帶 你看到這個 суд這字整個像趴到地上上去 所以呢 新約的崇拜的內能 我們常常聽到的 Worship 對不對 這個事實上 通常是用兩個字來 對不起我要把它跳到這個 第一個字 不是 這個算了 我表面就是L字的 第一字的 原文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就好 這是兩個字不一樣的字 這兩個字通常都是在我們新約當中常常用到的 是第一個字 這個L字的 英文常常翻下來是說 這個service 或者是worship 在羅馬書的第九章第十節 或是西伯來書第九章第一節 或九章六節 都是指到猶太人在聖殿中的一個崇拜 是一種他們這個 有一個摩拜神 就是說他們就 kneel down 然後去比如說chance 或是在裡面做一些所謂的行事上面的 那指到很多的宗教的職責 那羅馬書呢 也常常翻譯worship 中文就翻成是什麼 侍奉 是一種服飾 這個worship 是一個服飾的 在北利比書三章第三節也有講到這個事 那另外一個字是比較特別的 事實上是耶穌常常用的是這個字 就是這個p這個字 那我不唸了 它這個呢很特別的 它是說指向下跪磕頭或腐敗的怪的知己的動作 所以我們看到新約當中呢 講到這個崇拜的事情呢 是要用行動來付出的 而且是一個很特別的行動 不是我們站著用聲音來而已 而且是用一個服侍的心來服侍這個worship 你來當中服侍就是你的worship 你給予上帝你在服侍在聖念中 做一些宗教上面的儀式 這是一個worship 另外呢 就是當你整個人 苦膚在神的面前 這個磕頭跪拜 好像我們這個 我們傳統宗教裡面 事實上也有這樣的 好像說拜神對不對 他們是真的就跪下來就在這樣的 所以在救會當中 心理當中 你有看到 是一個完全 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一個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你謙卑自己 把自己換下來 那這是一個 就是完全表達說 神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神 然後我們是一個卑微在祂上面 我們扣愛祂 祂的能力超過我們所說的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要去反思一下 這個我們的敬拜當中 我們常常講到的是 跟神有好的關係 我們怎麼樣的愛神 我們怎麼樣的 講了很多的 很好的歌詞 但是在聖念當中的worship 是一個reflection 是一個反應 你對神的這個能力 對神的這個愛 對神的這個 超越你能夠所求所想的事情 你都做出了一個反應 很自然的 門主們看到耶穌做的這些事情 他們就跪下來拜祂 這個東方山博士知道耶穌是神的兒子 他知道祂是一個多麼特殊的 他也就跪下來就拜祂 那我們要用心靈和誠實 所以這個新約的要求是大很多的 就是不只是你要有行動上的 你還要從心裡面出來的過去 所以耶穌解釋的時候說 你們跪拜這些很好 OK 這些都是有做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將來在這個新的這個約當中 我們的敬拜呢 是要從心裡面出來拜我們的神 所以worship不只是要有外面的行動 還有內心裡面發出來的 很重要的是內心裡面發出來的 因為外面的 我們很容易可以假裝出來 對不對 要跪我們都可以跪 要拍手我們都可以拍手 唱大聲我們都可以唱大聲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從心裡面唱出來 我們的心是不是真的敬畏我們的神 真的愛我們的神 真的了解祂對我們的恩典是可憐的大 所以要用心靈和誠實 到神的面前來做這樣的敬拜 那這很有意思呢 因為經上記者說 當拜主你的上帝 當要侍奉祂 這個是兩個字 Worship的字都在這邊用到的 所以我們要再看到的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 耶穌被 在馬尼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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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我們身體不一定這樣做 但是我們這個心靈裡面 在符合在神面前 崇拜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很多時候我們到教會的崇拜 真的是我們好像tell it about us 是有關我們的感受 我的想法 我的feeling怎麼樣 詩歌今天唱得好不好 嗯 這個領詩的 跟我的這個connection沒有 OK 他的這個鋼琴 尤其我跟卓中詩在聊的時候 像我這種鋼琴 音樂沒有這麼好的人 任何去Worship 很多時候都很喜歡 但是你音樂懂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Worship很辛苦 為什麼呢 他聽得到人家唱錯音 聽得到人家彈錯音 聽得到這個快了一點 慢了一點 快半拍慢拍拍 所以他們聽的時候 就很難去Worship 但是我們要把自己 要調整我們的心態 這個音樂的崇拜 在神面前的崇拜 是有關音樂嗎 是有關這個吉他手嗎 或是鋼琴的 或是唱歌的嗎 或是影會的嗎 或不是 是要來敬拜我們的神 是要來俯伏著我們的神面前 用我們的心靈和誠實 在神有一面前 有個confession 來submit 這個在祂面前 把我們自己交托給神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思考 所以我們常常要在我們 敬拜當中 這張唱得好不好 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最重要是我們的心裡面 是不是有在神面前 真實地崇拜祂 但五一不全也不是很好 所以呢 所以當然是我們要帶領師的 我們也希望有一定的 這個要求在這裡 但最終的這些都不是重要 重點一定是要從我們內置 心裡面發出來的 那但是也另外有很有意思的 就是有另外兩個字 就是Duccia跟Pospora 那這個呢 這我會唸 那這兩個字是因為很有意思的 通常是翻作sacrifice 或者是offering 就是獻上的獻祭這個詞 那這個是早期呢 新約第一個字 在Duccia 這個是早期教父當中呢 很重要的詞 所以它形容 不管是在異教的崇拜 外邦人所獻的祭是祭鬼的 這邊也是用這個字 或是基督教的崇拜 這個國祭羅馬書 十二章一節 我們都很熟悉了 或以宋戰為祭 在希伯來書十三章的獻祭 都是用這個字來形容 那另外這個呢 這個Pospora呢 字意上顯得是一個 向線上或是向前彎身的 常見於這個格利米一書 用以描述亞伯拉罕獻以撒 祭司獻祭 或是希伯來書十章十節記載的 耶穌指示一次 獻上祂的身體 這兩個字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告訴我們 到這個神的殿中呢 我們這個Worship 不只是 就像剛剛這個女生講 不只是要 要來唱歌 來敬拜神 我們還要帶出 這個Sacrifice 到神的殿中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到神的殿中的時候 我們敬拜的時候呢 我們是來拿呢 還是是給 這也是我們需要問的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 我們發現現在很多的基督徒 到處去找教會 然後找什麼教會 找一個適合我的教會 對不對 有好的師哥 有好的兒童的program 有好的講道 有好的組織學 有好的團契 然後呢 去做完禮拜以後 吃個飯很開心 然後就回家了 請問他們有沒有帶任何的東西 去做神的殿中 事實上 這個敬拜 不是讓我們來拿的而已 OK 最重要的是要在神面前 我們要給出去什麼 所以在主義的服飾 非常重要 在神面前的服飾 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你的打抱上面的服飾 你金錢上面的服飾 你恩賜上面的服飾 這跟我們的崇拜 事實上不是只單單唱歌而已 而是要在神面前 我們帶了什麼 來見我們的上帝 像東方三博士 他們來找耶穌的時候 他們帶了什麼 慰眾的禮物來看聖書 因為他就知道 敬拜一個人 你不只是嘴巴的敬拜 你還要付出這個實際的 一個代價 來敬拜我們的神 我們來到主日的時候 我們是否有付上代價 來到神面前呢 我們是否願意付上代價 來敬拜我們的神 這是我們可以去思考 行為當中 給我們看到的很特別的是 我們不只是唱歌 不只是在這邊很開心 不是神的宗教的儀式 還要有一個回應 對這個神的恩典的回應 要獻出一些sacrifice 一些奧義 請問一下那個格陸的詞 你知道嗎 這個卓牧師寫的 所以我也不太想 對我不能跟你講 他可能有一些 應該是一些 就是這個 這個什麼 《易經》是不是 就是說不是正的 然後有《湯經》 OK 所以呢 那就是有一些記載的 然後從那邊當天看 因為這個詞我也沒看過 那個說 後來 我問問你們 你們一個字能解釋他 他們 他這兩個字都是用 通常翻譯就是用sacrifice 跟offering 就是獻祭 比較多的時候 這個字通常比較多看到 是在獻祭上面 就是offering 就是獻祭 所以你們查的話可以查得到 這個字 還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呢 那我們就要來討論 如果新約的教會 OK 他們是用這樣的方法來敬拜 OK 是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他們用 當他們用心靈和誠實 又用這個 這個宗教的這些儀式 對不對 又附上這個宗教的這個代價 會有什麼樣的反效 好像就我們今天教會 如果我們今天能夠用心靈和誠實 來到教會當中 我們真的在敬拜我們的神 來腐敗我們的神 來獻上我們的一些的 這些祭物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這是總統的寫容 我覺得蠻好的 他用一個 這個俗行論的一個樣子來寫 說 主將得救的人 天天借給他們 當我們有真正的 敬拜的一個心態 知道怎麼樣在神的面前 來腐敗他 怎麼樣來到他面前 來獻上我們的一切 事實上神也會祝福我們的教會 將得救的人數天天借給他們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這最大的審思就是 全心全意給神的崇拜 也是一種全福音的方法 為什麼呢 當神在他的百姓中工作 不信的人就會注意到了 知道我們是不一樣的 當神的百姓信守 他們在神面前的怎麼樣 全心的愛神 愛人的時候 他們的這個Worship就不一樣了 所以人家就會看到我們的信仰 是又真又活的信仰 所以很自然就會有 天天就有得救的人數神 會可以嫁給我們 但是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一個比較特別一點的 是在新月當中 有一個所謂的 除下的神學 就是Symbolism 就是說 有什麼樣的 用一些東西來代表 另外的意義 當中有特別的意義 所以我們七月聖地當中 也看到很多的這個Symbolism 用動作成為這個Symbol 就是說他們做了一些事情 代表了一些 在崇拜上面 比較特別的意義 那圖像本身呢 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那新月這個Symbolism 事實上常常看到 我們會看到說 耶穌也用這樣的 所以呢 在形容教會的時候 新月常常會用 各式各樣的Symbolism 來提醒我們 來認識我們的 那有一個很簡單的就是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這是一個Symbolism 讓我們看到一個Metaphor 看到說 我們是屬於神的 OK 或者是教會是羊群 由他的牧人來保護 OK 那也有教會是枝子 由葡萄樹來御羊 還有教會是橄欖樹 然後呢 教會像個城市 特別是耶路撒冷 來御羊 那教會也是信心之家 基督的心腹 還有聖靈的殿 新造的群體 所以我們就看到說 在新月當中 是有很多各式各樣的 形容詞來形容教會 那這些Metaphor 這些Symbolism呢 是蠻特別的 所以呢 在新月教會 我們就從一個教會的 這些所做的事情當中 我們來學習 怎麼樣在我們今天的教會 也可以有一個更好的一個崇拜 那這個是在 《使徒行判》第2章 41到47節 這是我們今天的這個Focus 在這邊 叫做 他畫的人就受了喜 那一天 門徒約簽了三千人 多恆心遵守 始祖的教訓 彼此的交接 躲餅 祈禱 眾人都懼怕 始祖又行了許多神經歧視 信的人都在一處 凡物公用 並且賣了田產 家業 照個人所需用的分給個人 他們用 他們千千同心 可以恆切的在殿裡 且在家中裹餅 存著歡喜 誠實的心 用伴讚美神 得眾名的喜愛 主將得救的人 天天加給他們 所以呢 雖然新月當中呢 有一些出去這個獻祭上面的 就是舊月當中 你要有sacrifice 就是animal sacrifice 這個動物上面的獻祭 出去了 但是呢 去把這個用他們的 現在他們的禮儀 他們所做的這些 這個事情呢 成為他們在神面前的一個獻祭 所以 接下來這一段呢 事實上是 這是卓牧師的精華 那這是他的specialty呢 所以呢 我也就照著他的 這個notes 免得我講錯了 所以呢 大家就只要 因為是照著他的notes 第一個呢 講到的是 表達聖體的神絕符號 就是洗禮與聖餐這個東西 他就是卓餅這個事情 在初期的教會呢 事實上他們經常常用 餅和酒作為聖體的符號 聖體就是基督的身體 這個特別的一個符號 OK 那當時呢 聖餐用的這個是 餅和杯呢 餅和酒呢 都是由慧眾來預備的 OK 那領受聖餐的時候呢 新鮮剛烤好的餅 家裡釀的酒呢 都會放在屋子前面的一個桌子上面 然後呢 會有一些水來 然後來稀釋 這些比較濃的酒 他們就把它稀釋掉 讓他們喝 然後放在桌上了以後呢 就會有人來讀聖經 然後呢 用禱告來感謝 神的恩賜 營造這所有的人 然後呢 所以呢 他們講完了以後呢 他們可能會用營詩 一個救了一些史詩 來做為一個敬拜的方法 那也重塑 讚美 神過去的作為 就是他們會講一些 過去的這些詩歌 來引誦 然後來紀念神 然後呢 常常就會講到的是 最主要是講到 耶穌的救恩 怎麼樣神拆他的愛子 來拯救我們 那接著呢 就會照猶太一些傳統 他也會講一些感恩的話 並且求聖靈呢 降在大家當中 那接著呢 他們就會用 每次講完一下話的時候 他們就會阿門 來回應 他們就是為心所欲的 是真的是誠心所願的 所以每一個領導人講的 他們都阿門 他們就代表他們都贊成 並也是從心裡面的贊成 那就一注一句了 然後當感恩的禱告結束了以後呢 大家都會前面 然後受祝福 然後拿這個杯和這個餅 然後領受一塊小餅 也喝了一口了以後呢 其他的 他們就會把剩下來了 我們教會通常剩下來 就把他喝掉 或是吃掉 對不對 他們會把這個剩下的餅和杯 就拿去這些有病患的 就是生病的人 他們不能夠來到當中聚會了 那執事們就會帶他們 這些餅和杯 就可以到他們家中 為他們施行 這個聖餐的禮儀 所以這很特別 所以如果能夠到教會 是一個很特殊的 因為你可以在 共同在一起敬拜 所以信徒們是很希望 到教會當中 有這一個很好的一個關係 一起敬拜 一起分享 當然 所以你會看到說 他們會一起吃飯 一起唱歌 這個天天在一起的 這個很快樂的事情 OK 那呢 所以我們知道呢 這個聖餐這個禮儀 到我們現在教會 仍然也在做 那我們常常在聖餐 我們是一個月一次 有一些教會是 一個月兩次 有些教會是每個禮拜一次 那也有一些教會是 每天都有 天主教是每天都有的 OK 那你可以去彌撒的時候 也可以領聖餐的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 不一樣的宗派 不一樣的領域 領受 所以他們呢 都會有這個聖餐 來紀念這個聖體 對 這個呢 所聖餐所傳達的信息 不只是講到說 耶穌為我們死而已 也是記載在 我們要感恩 也紀念這個信徒們 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耶穌說 你們每逢 在一起的行政 就是為了要紀念我們 是一個corporate 所以一個人可不可以領聖餐 通常是一個群體的 就是一個很特殊的 我們在一起彌撒紀念 也紀念我們當初教會的一個開始 所以初期的教會 對信徒的聖餐的侍奉 也非常的重視 那同為肢體 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他們 我們吃完聖餐 我們就走了 那他們吃完聖餐 還會去找這些 沒有辦法來到教會當中的 把這個聖餐給他們 讓他們也可以享受在基督裡面的 這個合一 這個彼此相愛的一個心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是講到聖道 就是這個神的話語的神學符號 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訓 在初期教會的敬拜當中 讀經呢 事實上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呢 他們前半部呢 都是以聖道的禮儀為重 就是直接用這個 猶太人的一個習俗 就是會朗誦這個聖經 那有時候會加解 有時候會加解這個解釋 所以有些時候你去看他們 猶太人他們有些時候 念了這個舊約就結束了 那一天就是你自己去思考這些舊約 那有時候會加解 這讓耶穌在會堂中的教訓 有時候也是這樣 他念了舊約 以色雅書 他講完了以後 他就離開了 那有時候呢 他會講解釋 他所講的就是什麼樣子的事情 所以呢 他們也有這樣的習慣 所以這好像我們今天的講道一樣 就是說把神的話語 然後我們解釋 讓弟兄姐妹更解釋 所以初級教會也是這樣選讀這個 這個舊約當中的摩西古經和先知的書 像猶太人的習慣 請問這個 我們在這個 清摩泰 後書講到這個 聖經都是 神所莫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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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請問這個聖經 這邊講到這個神的話 是講到哪裡 舊約 舊約 這當然是講到舊約 因為那時候新約實際還沒有成新約 但是我們相信神的能力 實際上在新約當中 在他們三百多年的時候 成立這個原本 新舊約的時候 這就是神的話 所以都不能改變 但是那個時候 講到的實際上是講到舊約的 因為那時候的信徒沒有新約 他們有傳達這些信件的流傳而已 但是還沒有一個 像我們這樣一個 新舊約的聖經來學習 所以是一個很特殊 他們是很多的舊約的教導 還有門主的教導 所以這邊就講到 遵守使徒的教訓 因為使徒 把這個新約的了解 這個神學 這些概念 慢慢從他們的信當中寫出來 讓會友們了解 就像我們今天一樣 那我們今天是有一個collection 所有的這個新約的書信 他們經過篩選了以後 成為這個canet 就是正點 在我們今天使用當中 所以在當時 西伯來的聖經的律法和先知書 就是後來漸漸 那些信件呢 就越來越少 後來講的越來越多 是有關於耶穌的生平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新約的時代 那他們信的 不再只是猶太教 而是耶穌fulfill 這個過去的那些 神的應許 所以就開始會傳達 有關於耶穌的史 復活的記載 那除了選讀 舊約的經文以後 也開始宣讀 使徒的書信 慢慢的開始把這個 就好像我們今天的宣照一樣 有一個開始 會唸一段的經文 開始今天 然後呢 有讀經緣來朗讀 然後後來解釋 然後呢 現在在那時候呢 通常都是用什麼人 來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教導的恩師 是誰呢 是長老 教會的長老 那牧師這個詞 是很後面才有這個詞位 通常就是 在那時候牧者就是長老 長老就是牧者 那現在就好像現在的講道一樣 OK 那再來呢 這個是表達聖靈的神學祖號 就是祈禱 當時的聚會呢 也鼓勵信徒 在生活當中 要常常的禱告 那會眾呢 在這邊會 怎麼樣的禱告 你們有沒有看過 猶太人禱告 我們禱告的通常是怎麼樣 我們禱告會什麼禱告 你們 有來參加禱告會 坐著 對不對 那我們覺得比較淺誠一點 我們就跪著 對不對 但是猶太人古篇的禱告 是 站著禱告 OK 然後有時候是舉手的禱告 他們也有趴著的禱告 OK 所以有各式各樣 但是很少是坐著的禱告 就好像你們知道 以前這個 耶穌在他們那個時候 這個拉比教書的時候 請問 是誰坐著誰站著 什麼坐著 拉比是坐著或躺著 對不對 然後學生圍著他 聽他的講道 那我們現在是反過來了 對不對 所以 所以呢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所以他們那時候呢 事實上是常常是 舉起手禱告的 他們站著 或是俯伏的時候 他們跪下來的時候 他們也是舉起手 來禱告 所以你去看一些 以前這些比較古老的一些圖片的話 你們常常看到他們的 他們的禱告方法 跟我們想像不一樣 我們是把手 手合著 眼睛閉起來 事實上沒有這個記載 OK 我們沒有看到在 事情當中有這樣的 手要握這樣 才會禱告 眼睛要閉起來 這是後來呢 有一些人說是為了幫助我們 能夠concentrate 也要分心 但以前事實上是大聲的迎送 舉手禱告 或是跪著舉手禱告 是一個很特別的 因為在他們的傳統當中呢 舉手代表是宣告 或得勝的一個禱告的禱物 他們就是一個 也不是接受聖靈 所以我們說 舉手是接受聖靈 事實上是一個 得勝的一個方向 是一個宣告的 是包括激勵人的 心的一個禱物 所以在禱告呢 不只是這樣 也為了教會 為了世界 為了會友 為了知己軟弱 然後呢 各樣的事情 所以呢 在這個使徒的這個時候呢 早期的時候 禱告是非常重要的 常常的禱告 多常禱告呢 早期的信徒會約好 OK 每日定時的禱告 通常是在 日出的時候 然後在正午的時候 或生出的時候 來禱告 所以每天有三段時間 早上九點 下午十二點 中午十二點 然後下午三點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定時間的禱告 因為禱告對他們來說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實際上我們在就聖的時候 也有看到這樣的事情 有沒有看到這樣的事情 有一個人 過著禱告 每天定時的禱告 結果後來出了問題 淡寧 淡寧 對不對 所以呢他們實際上 在禱告上面是非常的 看重 但是有時候 我們今天的教會 我們的禱告 事實上反而是 不是一個很重要的 好像一個禮儀的 一個方式 就是 好像一定要禱告 所以呢 我們每一個人問 有沒有禱告 他說一天禱告是早三次 早餐 午餐 晚餐 然後其他的時候 不禱告 但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有時候我們問基督徒 真的是 我們禱告變成一個 形式化的禱告 但是我們對這個禱告的能力 對禱告的這個 背後的意義 漸漸的失去了 OK 所以使徒呢 他們在教會的崇拜當中 禱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的教會 是否在看中這樣 所以正在第三世紀 他們禱告的時候 還會有十八美池 這個是 這個諾陳柳特別 他們呢 會講不一樣的 來形容神的 或者是呢 十二使徒的遺訓 然後每天呢 也背誦諸導文三次 所以初期的教會 在這個禱告當中呢 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OK 你可以想像每天要背誦 十八美池 我不知道有到 就是應該是有十八句的美池 然後呢 還有這個 使徒的這個儀訓啊 還有這個祖導文 因為他們覺得 這個禱天 當你這個禱告當中 還呈現上帝的聖節 上帝應該得到的 祂應該得到的讚美 為他們的主題 所以他們的禱告 事實上是很特別的 OK 那禱告後呢 這些受洗的基督徒 就很特別了 他們會怎麼樣 要互相親吻 表示神的靈降在 每一個人的身上 這種親吻的這個禮儀呢 就好像是 他們形容就是說 創世紀 神的氣到這個 到人的身上一樣 但是很多人 因為這個親吻 他們就覺得說 這些不信的人 他們就覺得說 是一種淫亂的 他們看不懂 他們以為他們就是 到處亂親 所以就覺得這個 淫亂的行為 所以是滿有意思的 OK 那在會眾呢 他們在這個面前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事實上也是代表 他們是一個合一的教會 彼此的相愛 彼此的包容 對不對 那這個是很特別的 所以這種清水的禮儀 在現今的教會 可能不太合適 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做什麼樣的事情 來代表說 我們的弟兄姊妹的關係很好 然後是主義的自己 我們教會常常會做這樣的事情 打招呼 握手 對不對 抱一抱 事實上我們常常說 請跟你左右的弟兄姊妹握手 對不對 或是說 耶穌愛你主義 我們用的是另外一個方式 來表達我們彼此的自己 一個親密的關係 但是呢 這也很有意思就是說 不管什麼事情 如果我們把它變成是 注重在一個禮儀上面的話 你就失去它的意義了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握著手 但是其實你卻是 不喜歡這一個人 有沒有這樣做 事實上這個是 所以我們不只要有 外表上面的這個禮儀 但是我們要了解說 為什麼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很喜歡耶穌他教導 他就說 如果我們要到神面前 要獻祭的 然後記得有一個 我們跟弟兄的關係不好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先去和好 再回到當中 我不知道我們教會 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說我們要跟我們弟兄姊妹說 耶穌愛你 我也愛你的時候 先去和好 再回來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要去思考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樣的事情 握手 不是只是握手 這上面代表著 我們有關係的 OK 或許我們會親嘴 親嘴可能會比較奇怪一點 但是呢 我們在這些擁抱當中 是真的呢 還是這個偽裝的呢 我們要去思考這樣 那所以當中呢 我們就知道說 神的靈的同在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如果呢 做到這樣的事情呢 是一定要藉著神的靈 沒有同在的 OK 如果沒有神的靈同在的話 我們也不能做出 從心裡面這樣的改變 OK 那在初期教會 聖靈非常的重要 所以主耶穌呢 在復活之後呢 他把什麼 聖靈交在他們當中 對不對 在五旬節的時候 聖靈降臨了 所以門主們就充滿著這個 火熱的情懷 然後聖靈在他們心中 做了許多的事情 所以呢 他們的生命得到長進 那最後聖靈的工作 然後會結出聖靈的果子 OK 那請問聖靈有幾個果子 九個果子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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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當我們發現 在教會常常我們 我小時候 我常常都想說聖靈是九果 對不對 因為在 在記載上面是九個 是幾個東西 所以在教會 背下是聖靈九果 結果後來呢 去上神學的時候呢 他們說請看英文 不要看原文 看英文就好了 他寫 Fruit of the Spirit 不是Fruit OK 是單一的 所以這有什麼重要性 你們想想看 我們常常以前說聖靈有九果 我有一個也不錯啦 有兩個也不錯啦 有三個四個果子就已經不得了了 但是真正你去看這個話的事情 就是說 聖靈事實上是有九個不一樣的 Critus 同時存在的 所以你有一個 沒有什麼 有兩個 沒有什麼 你要九個多有 才是有真正結出聖靈的果子 這是另外一個去思考的 所以你不能說 很開心說我有三個味道 就好像橘子 又酸又苦 但是不甜 這個是一個好的橘子 我們希望 你知道這個flavor一定要對 所以聖靈的果子 我們的flavor要對 所以聖靈的果子 不能是只有單一兩個 就覺得很開心了 它這個聖靈的果子 事實上是包含所有的 人愛喜樂 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跟節制 全部都有 所以這是一起的 Pattest still OK 不能只挑一個 挑兩個 全部都要有 所以你怎麼樣 要認知我們自己 在神的面前上 還有很多需要聖靈在我們當中 做的工作 你就看看這聖靈的果子 我們是能夠活出這樣的樣式 所以呢 初級的教會 在崇拜中常常會體會到神 因為他們的聖靈 在他們當中 他們活出來的行為 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想像 凡物公用的教會 是什麼樣的教會嗎 這個會去盼望 這樣的生病的 在聖餐自己領完了以後 還想到別人的時候 是多麼特別的 很多時候我們就想到自己 對不對 但是還想到別人 Mindful of other people 這些都是很特別的 而是聖靈在他們當中 給他們一些能力 給他們看見 他們去做這些事情 那接下來是 表達聖樂的神學口號 就是他們用詩歌 來讚美神 那新約的教會 在這時候 我們剛剛講到說 最一開始在耶穌的記載上面 這上次他們的拜 就是怎麼普遍的拜上面 但是我們也知道 這個我們基督教 是從猶太教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新約的教會同樣 承受了這個 傳承了 舊約以音樂為禮儀的符號 的作法 那就是說 他們舊約當中 會有一些樂器啊 這些心願當中 但是比較簡單 因為我們記得 周牧師他第一次有講說 他們那時候的聚會 是怎麼樣的 是underground的聚會 對不對 是比較大聲宣揚的聚會 所以事實上 是一個非常簡單 簡化的聚會 我以前在教會 我們在做這個 Worship Team的這個培訓的時候 然後呢 我說只要有 我要求不多 只要有心要唱的人 第一個 對不對 第二呢 會有個丟一個Piamis就好了 OK 但是他們常常很多時候 大家會想要說 哎呀 要一個好的Worship Team 要什麼 還有Guitar 還有一個Bass 然後還有什麼 有好的Drum 然後還要有什麼Keyboard 然後就開始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但是好的靜拜 OK 我們要回想 不是在於這些樂器 是在於我們的心心 我們的心在神的面前 是怎麼樣能面對我們的神 我們是否有心靈和誠實 我們是否有帶到神的面前 有這個獻祭的心 有一個降伏的心 有一個願意讚美神的心 這些都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OK 那當然這些樂器是幫助我們 更一個Fover的一個Music 所以不是說不好 因為我們把最好的給神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我們應當要這樣子做 但是如果我們只為了樂器 而樂器的話 事實上這不是一個 不好的一個進化的方法 那所以呢 在這邊當中 所以在新約當中呢 音樂是一種可以表達 事實上就是他們唱的詩歌呢 是可以表達 他們對神的一些感受 對神的一些認識跟了解 然後在這個 有一個回應的當中 那音樂的神學呢 卻也是因為音樂本身的特質 而產生連響 所以有一些沒有歌詞的音樂 我們也可以靜拜神 對不對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melody呢 有一個melody 也可以讓你可以很感動 所以呢 所以不只是用字 有時候也可以用音樂 所以音樂是一個很特別的 神給我們一個tour 所以有些人就說 這個音樂是神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音樂 讓我們可以享受這個很特別的世界 所以而且你去看 人類真的是很奇怪 有些音樂你聽了就會受很多 用歌詞真的是不需要的 那是否我們也可以在這個音樂上面 有這樣子的一個 在精神上面產生的一些連結 有些音樂的幫助我們來思考 那同時呢 相對於其他的崇拜的元素 音樂能夠幫助 教導跟邏輯跟圖像 動作的 所以音樂幫助我們來一些事情 比如說你藉著音樂跟歌詞 然後帶出一些信息來 比如說這個 Amazing Grace 對不對 它也帶出一個悔改的 然後神的恩典 還有各式各樣的 或者盼望 藉著音樂把一些我們的信息 可以帶出來 所以音樂的施工是非常重要的 我以前有分享 就是在我自己的教會 我說這個音樂啊 如果做得好的話 弟兄姐妹好像來 聽了兩個很好的講章 如果你第一個 從音樂當中得到的會癢 第二個在從這個講道當中 得到的會癢 所以呢 我們知道當初的初期教會 他們常常的這個 所唱的詩歌 是講到是耶穌的降生 還有耶穌的救贖 還有這些詩篇所記載的 那西音樂當中呢 他們也用了很多的這個 宋主宋 就是記載的 就是這個 瑪利亞的宋主宋 或是撒迦利亞的宋主宋 或者是 大龍耀的歌 在路加福音啊 或是西緬的 這些很多 就是他們在這個 讚美神呢 他們就把它拿來 當作他們的詩歌來唱 那都是教會的聖詩 然後呢 也在福音書當中 我們就看見了這些詩歌 實際上是他們常常在唱的 OK 那在這句教會呢 唱頌呢 西音樂圖都是非常熟悉的 那同樣的歌頌耶穌的詩歌 在約翰一書 在菲利底書 然後在西米波羅 西 西是什麼 西 哥羅西 哥羅西書 還有其他的都會 記載有許多的 在启示錄也有 詩篇的也有 那我們常常唱的三一頌 也是這個 這個起書裡面得到的 OK 那我們在四個福音書當中呢 看到五行節降臨了以後 就是才寫出來的 所以很多的事情呢 都是在 聖詩和三一頌 在新約的經文陳述之前 已經先存在了 就是我們這些三一頌啊 或是一些朗誦的 事實上是在 這個聖經完成 三百多年完成之前 就已經有一些詩歌了 所以詩歌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是一個基督教很早的一個傳統 OK 再來下一個 是講到 神學的 聖職的神學符號 就是神奇奇事 所以聖經當中 我們也看到這個是有神奇奇事 他們用方言來唱歌 有解釋方言的 有心知講道的 所以這個是很簡單就是說 就是 神的仆人 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工作 OK 在崇拜裡面當中 有一定的服飾 再來呢 就是表達聖徒的神學符號 就是聖徒本身的 就是我們在裡面的 參與是什麼呢 團氣 就是彼此相交 都在一處 有愛宴 誠實的心用飯 然後照顧這個窮寡 就是繁務公用 然後分所需的 生活的見證 然後得眾民的喜愛 只讓大家看到我們 就看到神明 所以在那時候呢 他們一起吃飯 從快結束的時候 如果有多的人呢 他就會把他多的食物 衣服 或是金錢 給長老們 OK 他給這些有需要的人 那他們如果知道說 有一些禮物呢 對某些人來講 是很重要的 他們就會特別要 就是這個 吩咐就是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說 在保羅他在座的宣教的時候 常常都有不一樣的教會 來支持他的宣教的事工 事實上他們那時候是真的就是 你有多的 你能夠給的 你就給出去了 但是給奉獻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奉獻這個禮儀 變成是我們的心錯了 是不是一個好的事情 金淵有沒有一個故事是記載 他一奉獻 但他心不對 最後發生了不好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這是什麼事情 那時候他們看到這個 他叫什麼 什麼叫 Nian Nian 對不對 他叫奉獻 Nanias 他要奉獻 然後他看到使徒們好多人都奉獻 大家都是 哇變賣家產 他也覺得說 哇這個很好 對不對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好像為了別人看到 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就也想到這樣 結果他就賣了他的地產 對不對 賣了以後他怎麼樣 他留了一些 對不對 然後但是這也很有意思 他留一些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他給了很多 我們常說他給了90% 有10%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那問題出在哪裡 你們記得嗎 心態 他的心態 而且不只他的心態 他還欺騙 彼得問他說就是這些嗎 他說就是這些 然後後來怎麼了 他問他了 再問他了 然後他還是就是這樣子 最後 所以神是不可以欺販的 對不對 我們在我們的福祉當中也要思考 我們說我們是全能的奉獻 你可以 所以我們真的是全能的奉獻嗎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對不對 再多出來都會是出現的 所以我們真的要去思考 我們在神面前的奉獻 我們講到全能的奉獻 師哥的奉獻 各式各樣的奉獻 我們的敬拜 我們是不是真的是 從心靈和誠實 來做這樣的事情 心願有沒有一個事情是 他們領聖餐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領聖餐 然後不好領 就發生什麼事情了 開始有人生病 甚至有人死去了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教會 那這也是幫助他們有一個好的 這個 reputation 有一個好人生 因為弟兄姊妹 真的是彼此的關懷 你有需要的 這個禮拜有需要 下個禮拜 應該就不會有需要 因為他們會彼此的供給他們的需要 對不對 看到有人 沒有一個人是餓肚子的 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為什麼知道 不應該是這樣 因為法羅責備那個教會 我們當中 有人吃了聖餐很開心 吃得很飽了 但是有變就是餓肚子 你們有沒有照顧到這些弟兄姊妹呢 所以在這個心意的關係當中呢 福音就開始廣傳了 而且耶路撒冷教會 事實上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教會 是 對不起 這是有關於一個神際啟示 是 這裡面好像有一些 因為你找到荒原 是 這也是一個 supernatural 是 是 然後 好像還有意象意夢 還有意病跟感覺 是 是 是 包含在神奇啟示裡 因為這也是幫助福音的很大的 YES NO 事實上呢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哥林多的教會 我們就會看到 哥林多的教會是一個非常有恩賜 有神機的 這個所謂的神機啟示 有在這當中 因為他們是一個很特殊的 很恩賜的教會 對 所以我們也知道最有名的就是 保羅說 他們能夠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沒有 這些都沒有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他說我請問用悟性講一句話 勝過這個千句的 還是萬句的這個方言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去touch on that 所以謝謝你的問題 OK 那神機其實是蠻有意思的 等一下我們會去碰一下 OK 好 所以呢 這個我們就是最後 Wrap up這一段就是說 當我們慶祝 活出這個彼此相愛人 愛神愛人的心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個是 神就真的是 天天加千人數在這個教會 沒有好的名聲 為什麼人家不會想要團結 我們常常在教會當中 很多人的信屬 他都會跟你講說 我到教會感受到人的光愛 然後弟兄姐妹彼此相愛 他們看見這個愛 所以他們留下來 想要認識這個神 到底是怎麼樣的神 這是一個很真實 在我們的教會當中 所以 我們的團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的團聚是非常的重要 OK 那所以呢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會說 哎呀 小教會比較溫暖 對不對 大教會就沒有這樣子 但是新約的這個 耶路撒冷教會 事實上是一個 三千人以上的教會 是一個非常大的教會 但他們當中的信徒 還是彼此的相愛 彼此的供給他們的許養 OK 所以呢 有可能 事實上有可能 在那時候 事實上是已經有 小組化的一個教會 就是他們也是 因為你要記得 那時候要一起聚集 是不容易的 那平常的周間呢 他們也有慢慢的 會有一些 小組的這個 一起打告啊 一起的分享 這些事情 那有類似小組長的職份 在這個小組的這樣的角落 所以今天不管教會的體制 或是大小 我們只要最記得就是說 我們的崇拜 OK 是為什麼崇拜 怎麼去崇拜 比如說去思考這樣的事情 我們是否有彼此相愛的心 那最後呢 我們要講到的事實上是 耶路撒冷的教會 跟柯林多的教會 那耶路撒冷的就是我們的Model Church 對不對 因為在《始讀行傳》第2章 講到的就是耶路撒冷的教會 是大家都特別喜歡的 尤其現在的教會 在很多的白安教會 他們之後就回歸《始讀行傳》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重現《始讀行傳》第2章的這樣的教會 那這樣的教會呢 是一個彼此相愛的教會 他們在崇拜上事實上是非常同心的 所以呢 大家這麼喜歡教會 所以就會不會停止聚會的一個 一個崇拜的原則 那他們每天的恆心 遵守始讀的教訓 彼此的交接 有火炳 祈禱 然後呢 天天在殿裡 在家中聚會 讚美神 得眾名的喜愛 的崇拜方法 所以他們是一個非常 合一的一個教會 而且是彼此接納彼此相愛的一個教會 所以耶路撒冷的教會 是大家都很想要達成的一個教會的目標 那這是每一個教會都想要達成的 但是實際上呢 我們的教會通常不像這個第二的教會 是哥林多的教會 哥林多的教會是很特別的 這張保羅寫的哥林多前後書就是 address他們的這些問題 他們有很多的恩賜 而且他們也該有這個耶路撒冷的教會 崇拜禮也有對不對 他們也薄餅 他們也一起禱告 也有教導 也有這個飯 這個這個是吃飯啊這些 都有他們的團體什麼都有 但是呢 他們的教會呢 是一個分裂 甚至有時候是競爭的 然後呢 這個教會當中呢 也還甚至還有 lawsuit 對不對 他們甚至還有這個控告這個 lawsuit 那所以呢 甚至在聖餐當中呢 他們都不好的手 我們剛剛就講到 他們有些人吃了聖餐 所以我們常常在主日 就是講到這個哥林多前書這個 法羅禪給我們的 十一章這邊講到聖餐的謎 實際上是為什麼要講出來 就是因為他們並沒有好好的去執行聖餐 這件事情 有些人先吃了 有些人是沒有吃到的 有些人後吃了 有些人吃得很飽 有些人餓肚子的 所以是一個很 很不合一的 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教會 但他的恩賜又特別多 真的是一個很特別 所以他也講到說 他們有可以說方言啊 這些行業 這些很多事情的 所以保羅也要調整他們的心態 你再多的恩賜 我們剛剛講的 你有愛啊 實際上沒有用 但是更好的是什麼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有愛又有恩賜 所以不是說恩賜不好 你們要記得不是說恩賜不好 而是說你恩賜沒有愛 是沒有用的 但是你恩賜又有愛的話 這個教會又不一樣了 就像耶路撒爾的教會 當弟兄姊妹們用他們的恩賜 他們那邊也有講到 又行神機的 又說方言 保羅說我也說方言 對不對 所以他們也做這些事情 但是為什麼耶路撒爾的教會 跟這個哥林多的教會 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我覺得愛 這個很重要 他們愛神跟愛人是不一樣的 在哥林多的教會 他們愛誰最多 你們知道嗎 敵情 愛自己 對 真的是愛自己最多啊 對不對 講自己的恩賜 做自己隨心所欲 我吃飽就好了 你吃不吃飽不管我的事情 很多時候就是很有意思 我們在現在教會 還是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的focus 我們在教會的聚會 在小組 在做任何的分享 都是由我開始 我滿意了就好 別人怎麼樣 不一定 有時候我在教會 最難過的時候 是吃飯的時候 吃飯的時候 為什麼難過呢 我看到說 有些人這個盤子上很多東西 然後呢 有些人盤子上沒有東西 OK 很少東西 但是OK 但是最難過是什麼 有些人很多 有些人有一些 有些人都沒有 你有沒有到教會 有時候你們飯店的時候 沒有飯吃 有啊對不對 有沒有經歷過 有時候去拿飯的時候 欸怎麼沒有飯 事實上教會煮的飯 絕對夠白癡吃 OK 但是因為有時候 我們肚子餓了一點 吃得多一點 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想說 欸呀這個今天特別好吃 我的小孩一定很喜歡吃 帶一些回去 一定做便當 或是今天晚上多吃一點 我不是說這個不好 如果我們有多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照顧 我們這些家庭的需要 是很好的 但是我們教會煮飯 至少我覺得 教會做飯的原因 不是讓你吃飽 而是要讓你在這邊 有彼此 有個相交的時間 不需要去外面找 不需要去外面 吃三大喊 我們就在這邊簡單的 有好的溝通的時間 彼此的扶持 彼此則帶到 所以吃飯不是重點 OK 他們覺得吃飯 絕對不是重點 但有時候 我們顛倒 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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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填飽肚子 我再跟你聊天 真的是很有意思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哥林諾的教會 很多的恩事 非常好的一個教會 從外面看進去 OK 但他們實際的操作 事實上是 真的是讓保羅需要寫信 來責備他們 對不對 我們也要思考說 我們現今的教會 到底是什麼樣的教會 所以哥林多教會 失敗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他們對 整體的生命崇拜 這個Body Life的缺失 不要問我Body Life 因為你要問我 佐穆斯這是他的字 但是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 整體就是說 我們教會是一個群體 我們是一起的 OK 所以他等一下會解釋 這個觀念當中 在保羅的出現 我們常常看見 我們講到這個合一 在以波索書裡也講到合一 對不對 講在跟以波前處 跟以波裡面也講到 要彼此相愛 有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所以今天的教會 是什麼樣的教會 像我們今天的教會 常常會有很吸引人的講到 有很棒的師哥的敬拜 或者有很多的宣教的事工 很多的奧密奇 很多的外展的事工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工 但是我們卻看到說 很多時候我們每一個人 只專注在 某一個事工上面 然後就沒有想到 其他的事工 那這還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專注的事工 各進其之 有沒有錯 沒有錯 對不對 因為神給你這樣的恩賜 你去好好的做 絕對沒有錯 但是是什麼呢 是忽略 不在乎 別人的事工的時候 什麼意思呢 我的事工最重要 你的事工 沒那麼重要 我的需要 最重要 唱歌 我的這個團隊是最好的 所以應該多安排 我這個團隊幾次 OK 或者是講到 我講得最好 或是我講到就好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很多的時候 我們雖然是各盡其職 但是我們服侍的中心點 仍然是自己 而不是整個教會的合一 或是弟兄姊妹得到造就 所以往往在教會 這個情況下面 就會變成是大家開始 這個 competition OK 你做得不錯 我要做得更好 對不對 然後我曾經聽過一個牧師 事實上我們這邊有 從國內來的 也有從台灣來的 然後我就問這個牧師 我說你怎麼樣 觸底這個 因為我們文化上 還是會有一些不一樣 背景上會有一些不一樣 我說你怎麼樣 處理這樣的背景呢 尤其像我們 這麼大的教會 也有廣東話的 也有這個澳門 廣東 像我之前在廣東教會 廣東教會分的也很細的 他們有澳門來的廣東話的人 香港的 還有這個 從廣中來的香港人 所以他們也分的很細 我說你怎麼樣 把這個教會 弄在一起呢 他說我就跟這個 這個台灣來的就說 你們如果不想要 跟這麼多的 從國內來的弟兄姐妹相處的話 你們就多找 你們台灣的朋友來 如果你說 你們喜歡 跟這個 台灣來的弟兄姐妹 在一起的話 就多找一些 從中國大陸人來 他的心裡是想說 只要福音傳出去 就好 但是你覺得 這是合一的心態嗎 這是一個很好的心態 在新恩當中的教會 有猶太人也有 悉尼人 有各式各樣的 但是最後我們知道 保羅講的 我們都是一家人 我們都是一起 我們都是弟兄姐妹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我們常常在教會的事工 也是這樣子 我們鞏固這些事工 我的事工 比你的事工重要 所以做好我的 然後呢 開始競爭 誰的比較好 誰的比較不好 但是這就會造成像 哥林多獨的教會 的問題一樣 是一個沒有愛 不合一的一個教會 很多的很馳疑 但是沒有愛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要走到 這個新約的教會 最好的例子 是這個 耶路撒冷的教會 耶路撒冷的教會 讓我們看到 是一個彼此相愛的教會 是一個愛神派的教會 是不分你我的教會 我有 我很好 但是你不好 怎麼辦 把我有的給你 讓你也可以好 這是一個很特別 把你所需要的 願意犧牲我自己 把它給你 讓你也可以得到 所以呢 這是讓我們 要去思考的 所以愛念呢 不是為了填飽肚子 OK 社區的外展呢 不是讓人家知道說 我們教會做很多的事情 很多時候 我們到底為什麼做 一定要去清楚 我們的崇拜 是為什麼崇拜 再回到這一開始 用心靈和誠實來崇拜 用苦拜我們的神來崇拜 來念獻祭 來敬拜我們的神 所以呢 最後呢 這個總結就是 我們要有一個 整體生命的崇拜 這個觀念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身體 有不同的部位 有不同的功能 但是我們在一起合一 彼此的配搭的時候 就能夠呈現一個 Functional的一個身體 如果我們只注重 某一個事情的話 你手很強壯 一隻手很強壯 另外一隻手不強壯 不能做事情 也沒有用 一定是全身要健康的 所以每一個弟兄姊妹 在教會的不是重要 不是敬拜團特別重要 不是師班特別重要 或是主治學校是特別重要 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 個性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成為一個完全的身體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 完整的整體的生命的崇拜 所以不只是我們自己 最主要是弟兄姊妹的關係 所以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問題問總公司 好問題問總公司 這一段是他的notes 因為他做這個study 所以你問他會比較好 我這邊有他的notes 但是沒有那麼清楚 所以你直接問他會好一點 我再問一次 剛才一個開玩笑說 有人在教會那個 那個人說 解決這個不同地域來的 是是是 他是開玩笑的 還是真的這樣 他不是開玩笑的 他是一個牧者 然後他不是開玩笑 他那時候跟我分享 因為我真的問他這個問題 我說這個教會當中 常常有不一樣culture 是怎樣去處理面對這個問題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反正福音傳出去最重要 所以教會也會增長 這個結果沒有問題 那我相信很多人 也是會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 那就是 就是把 不管怎麼樣 只要做好 該做的事情就好了 所以不一定要可以 我把我自己做得很好 我管你們好不好 這個是 這個不是一個很好的心態 但是真的很多時候 在教會我們看得到這樣的事 很有心態 就是說 我管好我自己的事情 你們的事情 我不需要去管 嗯 嗯 我就是覺得 我這個答案好像 不滿意 那你還因為他是牧者 按你說 他有更多的 是那個遠見 是 所以這個 這個提醒人 剛剛就講到什麼 事實上 不是剛剛講到 事實上我們常常要記得 就是牧師 是不是 那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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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你的意思 我說這個教會 哪有這種教會很普遍嗎 在現在 我只關於這個現象 我不是說 我懂 現象是很普遍的嗎 我覺得 是關於啥 我們沒有太多 就是有力去觀察 因為我們可能說 每個教會都行 我覺得 所以也就不是你的事 對 對 對 所以這講的最重要 我們實上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有沒有這樣的分別 我們有沒有自己的 只是照顧自己的需要 我們有沒有開始 事實上在我們親戚的時候 我們最近也在突破一些改變 就是說希望 大家今天把這個 教會當中的一些線 會拿掉 所以有些時候 這個線是很自然的嘛 就是說 我們這個 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我們的興趣不一樣 所以 好像就是很自然就會跟 like or attract like 對不對 但是在教會當中 我們事實上有一個共同的 我們都喜歡的 說愛的 就是愛我們的神 跟神的話 所以這是我們共同的語言 所以如果你講這個 吃飯啊 文化上面的東西 真的很難在一起 真的是這樣子 但你講神的愛 神的話的時候 事實上應該會有這樣的問題 這是我自己的 很簡單的一個看法 所以我覺得 教會當中 會有這樣的問題 很多時候是因為 我們的focus錯了 我們的focus是說 我想要讓自己開心 但事實上 我們如果是講common language 神的話 神的愛 就這樣沒有分別 不管你是哪裡 黑人白人 黃腫人 做什麼樣子 神的愛做什麼樣子 好嗎 有問題 對 剛才您說到那個 我覺得把自己 分內的好事做好 就是你只管它 可是這個 做好自己的成績還是 你找到二點 是 你不能說 你借你都守不住 你 就是說你除了何以外 是 你自己的分內的行為 要做好 不然的話 你不適合 你不適合 我就是你 這個assumption 當然是說 我們的assumption 是說 我們本來就應該要 個性起職做好 所以我們多福 但是有時候 我們為了做好自己的事情 反而就是會搶人 就是說 就是在教會場 也會發生這種情況 就是一個好的弟兄 多功能弟兄 對不對 什麼都想要 大家每一個團隊 都想要找他 所以呢 如果你們後來有興趣的話 在下一季 我會教一個司奉的 預備 跟這個裝備 我們其中就會講到說 事實上 在青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會有一個改變 就是一個人的圖示 不要超過兩個事情 一個重要的圖示 就是 第一個跟第二個 那這樣就是 幫助你們 有一個好的平衡 但是呢 我們的核心同工 有第二層的接觸的時候 就是會 要求他們去認識每一個司工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 你不去參與 都會困難 你們當中 有沒有參加分區的 你知道這個開放家庭是非常辛苦的 嗯 但是常常我們去人家的家庭 也說 哎呀 怎麼他今天的茶水不夠好 他的司機 這個椅子不夠多 怎麼會這樣 你自己去開放家庭的時候 你就知道難處了 唱歌也是 歌也是一樣 大家常常說 哎呀 今天這個唱得不怎麼樣 那你上去嘗嘗看就知道 師範也是 哦 師範今天怎麼樣怎麼樣 你去參加師範就知道 他們很多的背後 背後 背後所做的事情 你知道去criticize很簡單 但是你真正要去了解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參與 所以我鼓勵說 弟兄姊妹 如果在教會要做禮秀的話 應該要去參與多樣的服飾 去認識他們 你不一定是什麼都能夠做 但是你一定要認識 大家的一些難處是什麼 不是這麼講 不是這麼講 沒有講 張公主提出一點給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我以前去美國的教會幫忙 做那個主日訊息的重複翻譯啊 是 因為他這個美國教會 有段時間很大 他也是兩三千人啊 然後他就是分中國 中國人的group 還有韓國人的group 還有Ethopia的group 還有那個什麼墨西哥的group 所以他每個group就是說 自己在聚會 就是團契啊 可是在主日的時候 他只有美國部 美國牧師可以上去 講到啊 全部講英文啊 是 所以我就幫他翻譯專文這樣 是 不過我就說 美國教會 他可能因為語言文化差別很大 他需要有不同的group 然後每個group都有 像中文有中文牧師在啊 什麼西班牙西班牙 可是中國教會的話 都是講中文的 或是怎麼樣 大概不需要這樣分啊 對不對 我跟你說 因為大概應該是 應該是合一啦 在美國教會 他這個實在文化並不差很大 所以他有這種不爽的group 是 或是 最後的時候都是只有英文 合一有很多的看法 像這個 他們 因為英文是mainstream 是主要的語言 所以 很多的美國教會 他可以做各種不一樣文化的 對 因為英文是主流 但是在我們華人教會上就是做華人的事工 那我們就各進席子嘛 我實在華人事工已經很多可以做的 那神 將來如果要赤福給我們可以做更多事工 但我們也要歡迎 因為 這個福音我們有共同的語言 就是神的話也跟神話 謝謝你們的分享 謝謝